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诵 封就是歌有的样子 诵就是背诵 词就是授词 自己依教奉行 说就是演说 那么从读经到演词说的过程都能开发这种变采 智慧 如果这一院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功 这一院首先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就是 法藏菩萨希望往生者都能得到无碍的变采 都能得到圣身的智慧 这无论是对自己修行还是教化众生的方面 都是必须要具备的素养 那这个素养的获得它靠什么方法复得呢 这里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受读经法封诵词说 这八个字实际上告诉我们开发智慧的方法 你读经的过程就是开发智慧的方法 以恭敬自成心无分别的去读 把它读出来拼进去 你不要去加以琢磨 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开发我们的耳根文性 说用于耳根 开发我们自信的圆通常 那你去受词 把这个经典的教义 落实在自己行动当中 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量 对峙我们的烦恼 再就是你有慈悲心 来跟广大的众生 来演说这个经典 在演说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 这种教学相长 通过讲经说法 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欠缺 我要努力 另一方面 你只要是一种发菩提心去讲 这个过程本身就有祖父奴来的加持力 包括我们自信佛地的加持力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能使我们具有变态 一般变态讲事无爱变咯 你的法无爱变 就是对这个经文书全息的法义 你明白了 这个词外变 你这个词外变就对一切众生 这个语言 你都逐步地就明白了 不同的语言 你能用不同的语言去讲说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如果你更微妙的 你讲出一种声音 那么不同的语言的众生 他听到的就是他 那个内叠的众生的这种语言 这就是如来一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隔得解 你讲一种声音 英国人听到的是英语 中国人听到的是中文 德国人听到的是德文 猪听到的是猪的语言 狗听到的是狗的语言 你这个 这就得到 金生陀罗尼三魅龙 这些都是在词无外变里面 所获得的 再就是 义无外变 法无外变 对这个能权之法 就是他的文句 这意思通畅 你都能了解 啰嗦无外变 啰嗦 谁做众生的好要你 你去说 而且你说的过程很愉快 你要把这个 既有变才的这个菩萨 他在讲经说法当中 他有一种高度的自我 自我实现的 这样的感觉 他非常投入 如果一投入的话 他很长的时间 在他看来都是很短的时间 如果听众很投入的话 他也会时间的感知会改变 所以说 佛说法华经的时候 讲了六十小节 但是听众就以为是一顿饭的时间 所以时间的这种感知 跟讲和说的投入程度 他在心里感知的时间 他不一样的 这都在事无外变过程当中的互动当中 这里面就产生不可思议的智慧 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 一定有机会你就去讲 不要总是谦虚 哎呀我不行 我不行 那你怎么说行呢 如果说不行 可能一辈子都不行 如果说行 你当下就可以 你至少劝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总能做得出口吧 难怪说说 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现在很多人连南无阿弥陀佛 很多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他还自作聪明 南边没有阿弥陀佛 西边有阿弥陀佛 那就讲得更离谱了 甚至教的这些小册子 最显示南无阿弥陀佛 有时候都讲 都让你都看得空泛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通往三十三天的意思 他说 这个诸多词里 这个五八八嘛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按照经典 阿弥陀佛 无量寿 无量光 无量寿是什么意思 无量光是什么意思 它能够延伸出哪些无量 神通 电财 光明 智慧等等都无量 用所有无量浓缩在无量光射 无量光射就是一些众生 自信的这个本体 实相 你至少这些东西可以说说 阿弥陀佛是什么 归一归敬归敏 你都要学啊 这样我们 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 把它作为开发智慧的一个 最好的机会 这个佛法它跟世间的知识技能不一样 世间好像好不容易学练知识技能 好像我要保密 我有知识产权 我都交给你了 我都没饭吃了 抢我的饭碗 所以它要保密哦 不愿交给别人哦 实际上越保密 越不交给别人 它越没有知识 所以佛法是你知道的东西 无条件的 这个 全盘给别人 你有这个心 就是开发智慧的方法 你如果灭这个心 哦 我好不容易得到佛法 我不告诉你 这就叫令法 令法是愚痴的一种一气之一 你就变得越来越愚痴 所以法布施 你布施的越多 你自己的智慧开发的就越大 这就像你打了一个井眼 不是由于把你的井里水咬 咬出去了你就干的 你咬出了多少 这个井眼跟地下水接通了 你咬多少都有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无尽障 智慧的无尽障 所以大家看这个样文 都不要少少看过了 我原来开智慧法 就在这个八个字里面 你按这八个字里面 就能够开发智慧 好 第三词 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 他们的波允智慧和变才 都无可限量 如果这一件不能实现的话 就不取证据 前面讲开发智慧变才 这一院 紧接着讲 这些菩萨 在你受读 受读经法 封重词说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开发一点点 是无可限量 是把如来的智慧变才 变成了我们的智慧变才 如来的智慧变才 无量无编故 所以往生的菩萨 他的智慧变才 也无可限量 这些都是让我们 非常非常神往的咯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尽管经过刻苦努力 也常常有机会去演说 但确实我们的变才 我们的智慧 是非常有限量的 非常有限 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自信呢 就是我们知道 只有那么一点点水 半掉的水都不到 所以一般的 当老师的都知道 你的要有一桶水 你给别人一碗水 才比较自在 你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水 想要人家 要给人家一碗水 都给不出来 你都咬不出来 所以当我们的智慧变才 是无量无编的时候 那我们 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我们就无所畏惧了 四种无畏 那我们也能够 有那么一点底气了 所以法藏菩萨 加持一些往生者 能够获得 无可限量的智慧 获得无可限量的变才 刚才讲这个四无外变 四无外变 它也有程度浅身的区别 到了究竟圆满 四无外变 是要到八地 九地的菩萨 才能究竟圆满 由这个四无外变 又能够衍生出 无量的变才 所以这些 我们都是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很快获得的 好 第三十一 禁国造建十方建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佛所住持的岔土 至极亲近 在这个国土当中 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造建 十方一切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着佛世界的景物 这种看见 造建 就好像拿着一面 明亮的镜子 造建 自己的面相一样的 亮得清晰 如果罪愿不能实施的话 佛就不成佛 这是庄严 净土的愿 你看 阿弥陀佛 国土的清净 是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他的清净心 他心 自己清净 流线的医报 也自己清净 好 在这个清净的 医报谱土当中 就有一个 不可思议的 境界限前 就是他任何一个地面 能够看到 他方世界的景物 这里就包括 世事外法界当中的 一些 傲障 世事外法界 就是 一法 记住 一切法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广 比如十方 无量 无边 中国世界 是一个广的境界 但是你可以 在西方 极乐世界的 任何一个 清净的地面 一块地方 这个狭的地方 狭小的地方 但是 它能够相容在一起 十方 无量 无边的境界 没有缩小 那个极乐世界 任何一块地面 没有放大 但是它可以相容 就好像一面镜子 能够把这个全体的境界都倒在这面镜子里面一样 那这样它对于往生者是有修道上的作用 比如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 他就感知到了建立大院 要亲眼见到十方 诸佛 他就能够 对他大任有帮助 所以法藏菩萨因地得到这个好处 所以他就发愿 在我成活的活动当中 只要往生到我踏足的这个往生者 都能够看到他方世界节目 在我的宝树上 在我的祈宝宫殿的墙壁上 在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地面上都能看到 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高科技的一个世界了 而且是你想看就看得到 你想看哪个岔头有选择性 哪个岔头的底部就现前 你不想看的时候也就没有 随心自在 不能说一天到晚在那里 我不想看他还在这里 朔博世界三个道的景界 我不想看他一天到晚在那里 在面前黄了黄 哎 不好 你想看就能看得到 不想看他就没有 声音也是这样 你想听什么声音 声音就起来 你不想听就极耳无声 他一定是尊重 这个往生者的个人意志 自由选择的 所以看到他方世界的主意景物 看到他人行善就能够见闲思齐 看到很多众生造恶就会警觉自己 看到他方世界这个菩萨修道的精进程度 他也会引发精进心之心 看到十方诸佛事先八项神道 也引发他的心目之心 看到他方世界三额道中 他在这受苦 他那种不忍地奔心起来 要赶紧成就自己 或者当下就分身过去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法上的利益 如果从那个旅游审美的角度 那也他就更自在了 每个人都想旅游看他方世界的 好的名胜古籍 现在我们想看一点 到处奔波 如果钱不够还看不到 如果去了还担心对别人窄一把 这个时候也很担心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动坐在那里 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名胜古籍 你想看哪个地方就能看哪个地方 多自在啊 还不需要你奔波劳碌 也不需要华一分钱 什么都看得到 好 三十二 岩石超足天人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从地面 从极乐世界的地面 以至于到虚空 这都有无量无边的宫殿楼罐 有不可计数的 去保持发工的水 有重重无尽的去保杭树 宫殿地面有 虚空也有 那么 佛罗世界 所有的一切万物 它的构成的材质 是什么 珍宝 而且这个珍宝 不是一宝二宝三宝四宝五宝七宝 而是无量的 品 品类的珍宝 十方无量世界的所有的珍宝 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有 这叫无量杂宝 这个杂就是 丰富的一枝 多的一枝 好 那么这个宝 而且里面还有香 就是构成的材料 它不仅珍宝 而且里面香达到百千种香 跟这个宝 融在一起 那这个 它就表达这种 这种宝有光 有色 而里面又有香 香光色 就是流光一彩 而且香味弥漫 那这个香 闻到了 都能让人 身体亲近的心 引发五分法身之相 香是可以做佛式的 香是可以帮助修行的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一种 任何一种宝 一种宝里面 都有很多香 来共同合成的 所以这样的就是 非常庄严 非常严实 就是装实 装实的非常的奇妙 奇特和妙好 这样的 构建的 这个严实奇妙 是一些天人 景物 所不能比拟的 你看我们尽管讲黄金 我们世间的黄金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 是同一个名称 但是它的质地 它的功能作用 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样的美好 它不像我们这世间黄金 你拿过去 虽然它也能够放点光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黄金 更清净 更透亮 而且它柔软 柔软到什么地方呢 它能够捉衣服 甚至可以捉液态 这个水都是黄金水 所以它的概念一样 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用笔矿的方式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那种 无量杂宝的那种品质 那种清净 那种柔软度 那种光洁 那种妙用 也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 所以一些天人都没 天人的这个珍宝 宝箱都没办法比拟 我们更是想象不出来 那么这个珍宝里面所 镶嵌的箱 这个箱 箱是由它弥漫性的 所以它就普遍地 熏到了十方世界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箱 就叫宝箱 就是珍宝里面的箱 它是熏到十方世界 我们说过世界 照样可以熏过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为什么清净的 念佛比较清净的时候 读经读得比较清净的时候 忽然会闻到一种香 我想在座的周围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点 宗教的一种体验 但你不要 你着意都闻不到 而忽然好像无心状态 会闻到 但你仔细去找 没有 那个香菇 也许你在诵经念佛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察觉到 可能走过去就觉得 诶 这里很香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燃香 或者你根本 就不是这个世间的香味 所以到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来接引 为什么有个异香满吃 那个异香满吃 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过来 那个香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的香 所以这个香 极乐世界的香闻过来 不仅是好闻 满足感官的享受 实际上它对于我们心性 有极大的加持力 这个香一闻到 就是让我们能修觉悟的 智慧的 慈悟的 慈悔的 这样的佛形 来生起念佛念法 念生之间 所以这一月 如果不能成就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通过这一月 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深层环境 是不是太好了 我们这个世间是住钢筋水泥结构的房桌 那么薄薄的 为了节省钱薄薄 所以夏天一来 为什么房间非常热 像个蒸笼似的 都没有外面的凉快 现在我们的住房的这种样子 都不如古人 古人人家还是专屋结构 专屋结构 夏天凉快 冬天温暖 现在住我们的房子 这个化学性的房子 夏天不能散热 冬天也不能预寒 所以我们住的房子的这种质量古报 是都下降的太多太多 那这么 即便古代的专屋结构的东西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宫殿 那是又不得相比 它是珍宝合成的 而里面有种种香 里面根本就没有寒冷和炎热的这种不良气候 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温室效应 到夏天这么难受 我们在这讲一两个小时回去全都失掉了 在东宫市一天只得要换三次的短袖子了 你没办法 吃顿饭就要气候 都跟西方极乐世界远远不能相比 所以生存环境 我们只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穷为奇妙的生存环境 我们在对比上现在我们这个拙裂的生存环境 里面的对比太鲜明了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永生厌离和心目深 厌离说不信就信了 好 请看下个经文 先念一段经文 舍我得佛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 蒙我光明触其身者 身心柔软超过天人 若果而则不取正觉 舍我得佛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 闻我明知 不得菩萨无身法人 诸生总持者 不取正觉 舍我得佛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其由女人闻我明知 欢喜信要发土提心 厌恶女生 受终之后 复为女相者 不取正觉 舍我得佛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诸佛菩萨众 闻我明知 受终之后 常修贩恨 自称佛道 若果而则不取正觉 舍我得佛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诸佛世界 诸佛天人 闻我明知五体投地 取手捉离 欢喜信要 修菩萨恨 诸佛天人 莫不自尽 莫不而则 复取正觉 舍我得佛 国中天人 欲得依福 随念一日 如佛所赞 应法 妙福 自然在身 有求裁缝 导人 换 阻止 不取 正觉 好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这是六月 三十三月 蒙光促身 护一月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 无量 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这就表达 十方无量无间短世界 这里面有种种 不同种类的众生 这个种 众生不仅是 包括人道的众生 也包括 冤非短重之物 都叫众生之类 不同类别的众生 蒙 蒙我 我就是指阿弥陀佛 就是法庄佛 在成佛的这个我 蒙 阿弥陀佛光明 照出 这个众生的身体 那么 蒙光照出的众生 他的身体 他的心性 都能够非常柔软 其柔软的程度 超过天人身心柔软的状态 如果这一件不能实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好 这是对十二月光明 变造十方愿 在他的功能作用上的 具体的描述 这个光明 是运载着他 阿弥陀佛的大悲的愿力 这种大悲的心 特别对那些苦难的众生 要 让他得到利益 这个蒙我光明 蒙我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 以吐司一切众生 但是 粗提升者 这个粗 就代表着要感应道交 这个众生 一定要产生一个能感之机 这个平等 古照的光明 才能够接触到他 才能圣导到他身上去 这个粗的意义 不能 朝朝看过 探明包含着 感应道交的 接触 接触上来 接通了 自动了 接通了就亮了 接不通 你还是一团漆黑 所以三恶道的众生 当他遭受苦难的时候 他一念 仰靠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马上 弥陀的光明 就照出到他身上去了 一照出到他那里 马上三恶道的苦行 就终止了 后面都会表达这个神妙 苦行一终止 他就能生到善道 如果他的信愿俱足 马上就三恶道的 受苦的状态 命中 直接到西方基督世界去 那么我们这些 人道的众生 当我们信愿成名的时候 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实际上阿弥陀佛光明 就在照出我们 所以念佛的众生 他的身体柔软 他的心柔软 身体柔软是什么 他就是能够治疗疾病 我们的病是由于 有各种病毒 各种孽障 有病的地方 总是麻木的 总是僵硬的 如果一柔软 他的细胞 又恢复了他 健康的免疫机制的能力 身一柔软 各种疾病离开我们 身一柔软 我们的烦恼离开我们 我们的慈悲心 慈悔心 感温心会出来 现在我们众生 身心都是刚强的 刚强难化 他的心非常残忍 这个要柔化这样的心 真的要靠弥陀的光明 要么你仅仅跟他说点 大道理讲 他都是很难受到感化 只有有巨大的 慈悲力量的 佛阿里托弗光明 才能让刚强难化的众生 能够柔化 能够感动 能够生发善根 能够让他身体一念 惭愧的 忏悔的心 该成光明 所以这个光明 给予众生的利益 极为巨大 当我们心柔软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也容易开发 智慧开发也容易对阿弥陀佛的功德 名号 尽度的庄严 产生信息 所以我们念佛 看一个人功夫怎么样 实际上最终就看你身心柔软程度 所以这身心柔软程度超过天人 天人的身心是很柔软的 但是念佛人的身心柔软程度超过天人 虽然还是或者三高道的身份 或者人道的身份 他超过生命形态最高的那种人的身心的功德状态 这也表明是阿弥陀佛光明 把他果地上的功德 恩赐给我们 我们把弥陀的功德转换为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身心跟佛的身心趋近 染上了佛的相关 还有超过天人的功德 这方面将会 自己和他人都会有很多的例子 可以得到佐证的 由于时间观点 我们就不取例子了 包括一些长相跟丑陀的人 念佛当下 就是一段时间就变得很庄严 第三个是 皆得法人种识愿 是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也是无量众生的品类 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 都能得到菩萨无身法人 得到种种圣生的种植 种植就是陀螺泥 种一些法 实物量益 知恶 慈善 这个意思 如果罪愿不能实现的话 就不取正觉 这就表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你只要闻信我的名号 都能够开发我们自信的巨大的功德 令菩萨得到无神法人 得到种植一切法的这种智慧 好 三四五 信要永离你身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这就涵盖一切世界 这些世界有种种的众生 女人 这些女人 这个语句是要注意了 这个 祈求你 优婆仪 这一件跟你们有关系 修女人闻信 我阿弥陀佛的名字 生其欢喜心 自信心 好要心 由这个名字的 这样的功德 令自己发 成佛度众生的徒弟心 观照自己 作为女人身体的种种的不敬 种种心理的烦恼 大爱到比丘尼说 女人的八十四态 女人烦恼是很重 这些都要如实的观照 那要有一个厌恶女生的心理 有很多女人 她不仅不厌恶 还很为自己作为女人很自豪 就你看我作为女人 多少人看着我 我走到哪个地方 很多人都向我行注目礼 回头率很高 她真真自行 这就是说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跟她行注目礼的 都是那些欲望性很重的人 真的有道德的人 谁跟你做行注目礼啊 看都不下 所以这个 你要对自己 作为女人的身体 要厌恶 那这样到你受终之后 你就会转女成男了 能得到这样的利益 不再作为女人的身体来轮转 甚至你具足性愿 就与女人的身体 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从莲花里面一出来 就有三十二项 八十十几号 金刚拉罗延伸 指摩真金色 这一下你可真的大平靡了 是不是 这个从通读的方法来看 虽然大小生今天讲了 转女成男的方法 但你看很多菩萨 他要经过一大阿僧几节的修行 才能够助到永远离开女人 永远离开女人 女人身都不容易的 他身为一个女人身 他都会执着 我的女人身很好 天天土子摸坟造性质 女人这个特点是对自己的身体最执着的 最贪念的 男同胞最好 洒脱一点 你看这个 女同胞出个门 你说都很麻烦 半天脱过来 他要土日摸坟 所以他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执着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那些女人 闻到第三十五院 真的要对阿弥陀佛感恩带走 法藏菩萨太慈悲了 观察到释放众生的女人太痛苦了 她特意发的一句针对女人的 所以你作为女人 你一定要对弥陀的名号 有一种信心 有一种欢喜 发出愿往生的心 对你的女人的身体要厌恶 不再贪恋执着 你今生就能够莲花 就成了你的转女成男的 玄妙的宫定 你今生不再经过一大阿弥陀佛的修行 你今生就解决这个问题 好 第三十六院 勤修必成佛道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不可示意诸佛世界 诸佛萨主 这些都是表明十方所有的岔主 有种种不同的修行 浅身功夫的这些菩萨主 也是文性我名号的功德 受终之后 就这一次他作为菩萨修行 在转世的时候投身 常修犯恨 就是他能够继续保持 他上一辈子修行 修犯恨 修犯恨就是持亲近戒 离开淫欲的行为 那么修犯恨 就是生生世世修犯恨 直到他成佛为止 如果这一件不能实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你看法障菩萨是这样的慈悲 直到十方无量世界的菩萨 他们在动静无量世界 移功累得的修行当中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就是让他很难快速成佛的一个障碍 就是男女的欲望断不了 尤其是对欲见总裁来 这个烦恼是最重 但是这个淫欲 虽然你没有 好像不像杀人偷东西那样的 这样的罪过 但实际上对修道来说 它是最大的障碍 我们的佛性 自信的光明 是本具的 但这个无名遮盖了 那我们不能现前 这种无名遮盖的 最大的力量 就是淫欲 所以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 但也确实是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就需要法藏菩萨发愿来帮忙 你只要文信我名号的功德 只要持念我的名号 我能够加持你 保护你 在你修菩萨道的全过程当中 能够持亲近戒 能够离开淫欲的行为 那你想这医院 可不是对一切修道人非常重要 有很多人就为了对这烦恼 想尽千方百计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怎么也解决不了 实际上这里告诉我们 你要解决这个最大的烦恼 就是肯切念乎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家规定一个念乎的数量 你没有数量 因为这个病太重了 你没有相当剂量的药下去 你是控制不了这个欲望 所以我们至少一万是底线 一万三万五万什么 而且要非理不字非理不文 尽量离开那些诱惑的环境 才能保住我们贩恨亲近的这种 有一个保险 因为很多人 他自己认为定力足够 实际上都有问题 你看季晓岚这个笔记里面 他讲有一个大修行人 他对女色不动 不动女色 自称对女色不动 而且他有本事 有什么本事 你刀砍不住 刀砍不住 而且有预测的原因 所以当时有一个大元帅 觉得这个人如果不能听话的话 还很麻烦 就想收拾他 收拾他 刀砍不定 不用怎么办 他们就想那个方法 用女色来破他 因为女色开始他说他不信女色 别人说你大修行啊 你坐牌不乱 这怕什么呀 她也觉得自己是有罪功了 好嘛 女人来吧 那个女人就在旁边讲那些亲爱的话 他开始端着在这些如漏不堵 可能这个住久了 住久了他就赶紧闭眼睛了 旁边就有一个设置的一个拿 看到他闭眼睛的时候 一见下去 真的把他头砍下来 你怎么会下次把他砍下来 他说他开始看着女人 能够自信开的时候 他心都没动 等到他强行闭眼睛的时候 说明他心动了 心动了这时候一砍下去 一砍一个 所以这个常修犯恨对一界众生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先远离 再持亲信戒 然后再好好念博 用阿弥陀佛的第三次六院 来作为我们常修犯恨的一个红式盔甲 这些我们独生的院都要跟我们挂上钩了 他不是讲别人的事情 就是讲我们的事情 所以就能使我们生生世世 直到成佛的时候 这一条亲近界 这条常修犯恨都能做到稳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条常修犯恨都能做到稳妥 这条常修犯都能做到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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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常修犯都能这样做到稳妥 若白 東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